住客開口說英文 前台服務員能及時對答如流 用英文介紹方位也完全難不倒 對於五星級飯店來說 這通通是基本款 但想要擠進高新等門檻 條件可多到數不完 評分細項密密麻麻 現行飯店平建合計 共1000分有兩大標準 建築硬體設備和服務品質 各佔500分 以四星級來說 從中得拿下至少600分 五星級則要750分 至於卓越五星 門檻在875分 飯店想要拿高分 細節不能漏 四星你裡面的設施 可能要有健身房 然後可能要有兩間餐廳 那如果要到五星 可能還會有24小時的餐飲服務 有沒有游泳池 有沒有停車場 這些都是評鑑的內容 三星級以上飯店 預示得要有乾濕分離 走廊標示則要有中英文對照 房間乾淨度也很要求 硬體設備細項多達四百多項 服務品質也包含櫃台電話 響三星內得要接聽 另外顧客姓氏也是指標 沒能喊出來就是不合格 雖然神秘客三年才評鑑一次 但要是飯店旅出包也是會被收回 曾經有一家旅館 因為它得到的星級 結果後面很多的客數 那我們後來有去重新評鑑它 發覺它是分數是不及原來的那個等級的 飯店維持高薪等設施跟服務品質 每個環節不能輕忽 三星文宙管理蔡春齊 台北報導 團旁邊今年獲得 Verse 舉高薪